駐台县局显得格外的安静 到了下午六点钟 已有大量穿着油光发亮的长裤的男男女女 会入到了下班的车流中 公交车里也没爬手 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着长裤男女和正常穿短裤的人们 往着回家的方向开去 将远骑了一辆毫无乐趣的踏板摩托 像是一名中年大叔式的涌出停车场 会入人流仿佛一只普通型社会性中大型牲口式的网家开 今天又是只破了个小鸡案的日子 有一点满足感但不是特别满足 就好像吃火锅吃了白汤锅又只吃了八成饱四的 挺好吃的就是总觉得欠缺点什么 一言一避之就是胃口大了 这种就判人两三年的案子总觉得不对位 其他相关部门大约也是类似的感受 就比如办案中心的警员遇到这种案犯的审讯的时候 就一拖再拖 检察官也是例行公事的模样 各级警官在看不出侦破命案机案时的积极模样 有时候甚至拖拖拉拉的找不到人 只能说还好将远是技术员 否则就办案的那些破事 烦也烦死了 接连几日刑警大队都是这种不急不缓的姿势 如同一只水牛 没活干的时候就将身体埋进水里 咕嘟咕嘟的吐着气 也就只吐气 姜远倒是想再破一例命案机案 但找了两个指纹 比对了三日都没比中 也是让人无可奈何 一片祥和间 姜远仿佛有回到了刚进刑警大队时的状态 看看小说 焦焦绿罗 警局仿佛是看到了大家的清闲 很快将预定好的几个项目拉了出来 首当其冲的 就是指纹技能培训 几个县区各出一名狠检 按时抵达清禾市局 到了宿舍 就被丢进了会议室 一人一本书 开始学习 在纪律部队 只要领导想 就可以把培训搞得非常认真 铸台献出了两个人 江远一个 王中一个 王中是常年参加培训的狠检 虽然成长缓慢且有限 但也是靠着这个法子 王中同志才能勉强维持着LV LV 0.9的水平 从而保证了 铸台县的指纹工作正常化 严格那一代的 狠检已经很少出来做培训了 年纪超过35岁的员工 正是一名员工的成熟期 也就意味着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他除了会长工资 技能和水平基本已经固定了 各种培训活动也不喜欢这种不听话的老帮菜 大家一拍集合 派出和收获的都是年轻人 江远则是作为讲师参加的指纹技能培训 事实上 这一次的指纹技能培训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江远 培训培训 首先就得有老师来做培训 清禾是以前做类似的培训 都是从外面请指纹专家来授课 花费虽然也不多 但请人其实并不容易 这年月 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 专家的金字塔形状也越来越明显 低级别的专家 自己都不愿意出来丢人现眼 而高级别的专家请的人又太多了 清禾市只是山南省的一所地级市 在一众城市排名中 声名不显 资金也不充裕 而且市局要做培训 也不是指培训指纹一项 几年下来 清禾市基本只维持着最低线度的指纹培训 培训的内容 也是以指纹采集为主 指纹比对的基础就是指纹采集 每个县 每个乡镇 每年采集一定量的指纹 看似没什么直接的用处 实际上是间接地稳定了社会治安 不过 采集指纹的质量不高 也是一直以来困扰大家的问题 清禾市局的培训主要也就集中在这方面 江远拿到的培训大纲也是如此 坐在市局很简的办公室里 江远看着培训大纲略显沉默 怎么提高指纹采集的质量 这个话题 其实更多的是管理 而不是技术呢 教材是旧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换 可以不按着教材来 清禾市局的很简草可阳 小心翼翼的道 指纹会战期间 一举干碎了十起命案机案 这种战机 放到哪个地方去 都是威名赫赫的 别的刑警可以因为大家警种不同而宽慰自己 同样是做很简的曹可阳 就没有那么多的情绪释放渠道了 江远的年纪虽小 又是下面县里来的 但对曹可阳来说 江远比省里来的其他专家更重要 因为他就是本地的民警 以目前有边民警的流动性来说 江远可能一辈子都要待在住台 或者清禾市 以后打交道的时候多着呢 江远还想不到那么多 见曹可阳的态度挺好 就翻着教材 试探着道 那不按着教材来 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吗 咱们培训的主要范畴 还是指纹吧 来的也都是各地的很简 曹可阳赶紧划定了一下范围 生怕江远偏的太多 江远反而更有些茫然 那有别的教材吗 曹可阳迟疑两秒 现成的教材就是市面上的这些 不如您看着讲 随便讲讲都可以 说到这里 曹可阳反而期待了一下 老实讲 他现在倒是挺想听一下指纹二等功的很简 或者法医的指纹讲习 随便讲讲 说不定更能体现其思路和想法 随便讲讲啊 江远倒是不确场 想了想 道 那我就讲讲指纹实战 他得到的技能 本身就是偏于实战的 这方面也是他工作期间 最熟悉的东西 实战好 曹可阳连声点头 道 那我就按照这个发公众号 咱们清禾市局的公众号 说是给咱们一个位置 可以发个稿子 江远说了好 曹可阳又确定道 您想讲哪方面的实战 比如是陷案呢 还是机案 或者是哪种犯罪现场 就机案吧 陷案也不好现场找到吧 江远思考后回答 曹可阳在应一声 赶紧发信息去了 这时候 他还远没意识到 江远刚刚所说的话的具体含义 一日 江远来到市局小讲堂 在国内 部委省厅两级都是不做案子的 等于是纯粹的机关 市局分两种 一种是做案子的 这是近年的趋势 符合警力下沉的要求 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市局 依然是不做具体的案件的 比如清禾市局这样的 至于具体的清禾市辖区内发生的案件 那就交由区局和县局去做 不务实 自然就要务虚 像清禾市局这样的机关局 搞培训之类的活动 就比较积极 局里也建了专门的小讲堂 像是隔小型的阶梯教室式的 有相应的教学设施 也能开会 开联欢会 江远被引到讲席的位置坐下 曹可阳就上前道 要放PPT吗 直接投屏电脑屏幕吧 江远自带了笔记本电脑 放在了桌上 这台笔记本电脑 也是刑警大对配的 旧时代高性能版本 曹可阳帮忙调了条线 就将位置让开了 小讲堂里 已经坐了四十几号人 有的是县局来的 有的是区局来的 也有市局自己的横检 除此以外 有的地方还派了普通民警来接受培训 事实上 普通民警接受培训 本身就是市局培训的重头戏 像是一些派出所的民警 其实是承担着大量的采集指纹的工作的 而他们在坐这个岗位之前 可能就只知道用交代粘指纹的 江远也注意到人数略多的情况 不由轻声道是不是有非专业的民警 曹可阳理解他的意思 道没事 好几节课呢 您讲实战挺好的 也给其他民警看看实战画的 很简是啥样子的 曹可阳想象的 是江远将自己实战的案例拿出来讲解 他也因此非常的感兴趣 做指纹的 没有一个不想着有一天 能比中一起命案击案的 就王中这种LV0.9的横简 一天到晚扫库 想的也是这种事 他就是自知实力不足 所以才用了扫库的法子 而像是江远这种 实打实笔中命案击案的 就是在库里深挖出来的指纹 对于横简们来说 差不多就是职业梦想了 这个职业要是有梦想 也只能是这个了 江远已经坐在了讲席上 其实也不好调整讲课的计划了 等曹可阳下去了 就轻壳一声 道 那我们开始吧 众人开始乖巧的鼓掌 江远笑笑 在对着话筒 看着屏幕 道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讲课 所以呢 今天就想先开一个实战 一边做 咱们一边说说遇到的问题 江远说着开启了软件和内网 且道 我觉得指纹其实就像是做题 做数学题这样子 N 咱们先找一个比较典型的题目出来试试 说话间 他就选出了一枚指纹 而熟悉指纹工作的横简们 这时候也都有些明白过来 感情这位是要当场比指纹的 曹可阳更是一脸萌 咱不是说的实战话吗 实战话和实战一字之差 意思可差的多了 而且 您当场比指纹 那要是比步中怎么办 万一指纹在库里就没有 那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就在曹可阳内心狂喊的时间点 江远缓缓出声 先说一下指纹选择技巧 就比如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指纹 首先 它是一个略有难度的指纹 如果是完全没有难度的指纹 那就不用考虑了 肯定是库里没有对应的指纹 其次 指纹的难度 毕竟自己的极限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这样也有利于自己的提高 而且能最大可能的比中指纹 江远说的也不是瞎话 他从获得指纹的技能到现在 明显感觉到了熟练度的提升 虽然比起系统给的 要慢太多了 但若是坚持几年 想必也能有所得 这里面 江远自觉最有用的 就是逼近极限的去做指纹 小讲堂里的民警们表情平静 毕竟 只是语言的话 并没有太大的刺激 这时候 就见江远开始标记特征点 我们先做一次看看 江远随手就标记了十几个特征点出来 用时也就一两分钟 讲堂内原本还有的窃窃私语的声音 早已消失不见了 我们先做明显的事 我该找到更好的 何妙条 我们先做明显的假设 是 这一句说明显的